大家好,我是绿克,感谢你点开这期的视频 真的是好久不见,然后我也换了一个发型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发型好,请在屏幕扣1 之前的发型好,请在屏幕扣2 那么这期视频呢,依旧是一期开箱视频 可以说这个东西啊,我真的足足等了半年 今年4月份下的单,10月份才到货 那么也就是Travis Scott和堡垒之夜的一款联名玩具 真的是刚刚到货 不过在开箱之前呢,我要说本期视频分为两部分 前面是开箱,后面呢是我对Travis Scott 以及现在的潮流文化的一些看法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就来看看这个玩具 可以说这个包装非常的简单 外面有一层塑料纸,然后我们拿开它 正面呢就是这个Captus Jack 也就是Travis Scott本人的一个logo 下面呢有一句话,这句话也非常的酷 叫做Live in your world, Raging hours 那么侧面我们来看,就是堡垒之夜的这个logo 翻过来看呢,非常帅的一个Travis Scott的形象 而且还是穿着的这个倒钩 另外呢,这个脸应该是做了一个处理 这个处理一会儿我们来揭晓是什么样啊 接下来这个包装呢,其实很容易就打开了 我们来看,背面没什么可讲呢 和包装一样,再来看正面 是不是真的有一点点帅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款玩具的真身了 它主要分为两个,其实是两套装 一个呢是Sequel Mode 另外一个呢是T-3500 这个T-3500呢,其实就是以Travis Scott本人的形象 然后加上了一些机械化的元素 而这个Sequel Mode呢,完全就是一个 在堡垒之夜里面出现的一个形象 那么这款玩具其实并不贵 美金75刀,和人民币也就是500块钱 但是因为当时我是在4月份 Travis Scott的官网上购买的 所以直接从美国,我也没有找转运 直接邮递到了国内 邮费呢是61美金 另外再加上一定的关税 大概是270多块钱 所以,这一个玩具可以说本身并不贵 但是这一系列买下来还是比较贵的 当然,其实这个我买了两套 那么接下来就把这个包装拆开 看看这个玩具到底是什么呀 那么这个拆开来看呢 怎么说,其实略有失望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玩具本身的价值来看 我估计它应该就是人民币100块钱的水平 做工上呢,其实并不是很精致 然后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上有写,基本上这款 Sequel Mode的玩具是可以亮灯的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相信大家一定比较期待 左边这个T-3500的这款玩具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哇,这个卡的还是弄得很紧 能够看到吗 这个还真的是 虽然做工很糙 但是不妨碍本身的这个造型还真的挺帅的 以Travis Scott为基础 然后加上了这种机械的设计 同时呢,我觉得 大家一定关注的就是它脚上的这个鞋了 没错,是一双倒钩 就是那个价值一万多块钱的倒钩 细节上呢,并不是很精致 不过其实在这里我想说啊 因为很多做这种人偶啊 球鞋玩具的基本上它并没有正经Nike的授权 所以它在球鞋的设计这里呢 是能够看出来本身球鞋的样子 但并不会有Nike的那个钩子出现 但是这款我们来看是有这个钩子的 所以就证明这款玩具呢 应该不仅获得了 Travis Scott本人的授权 堡垒之夜的授权 而且应该还有Nike的授权 基本上这些关节处啊 都是可以动的 但是莫名的总是感觉有一些松散 有一些松散 对,这些都是可以动的 不过它的脑袋好像 脑袋竟然也可以动 其实我感觉这个玩具呢 整体真的就是庙会上卖的那种 一百多块钱的玩具 不好说这个东西日后会不会升值 但是至少目前我看各大平台呢 价格也这一套也就是七八百块钱左右 哦,另外呢 其实这次的T3500还付赠了一把里面的玩具枪 对,其实就是当时在游戏里面出的一个限定装备 而且我自己呢 也买了一个这把枪的放大版 因为这次堡垒之夜呢 还和这个Nerve搞了一个联名 出了一款玩具枪 这款枪呢 依旧在路上 我估计得下个月才能到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它能不能拿上这把枪 哎 因为它本身的手型设计的就是持枪的手型 所以时间一差这个枪的进去 这样看呢 还是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那么说完这个T3500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Seql Mode的这款 哎,首先说这款呢 它先是有这样同样的一个道具 应该是一个钻石稿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拿出来 哎,不过这款的包装就更精致了 它实际上是有一些捆线的 我们把这个捆线给割开 这款呢 其实相比较刚才的T3500呢 略显有一些质感 因为整体呢 更沉了一些 但是我估计这个沉是因为里面有电池 那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吧 首先呢 这个脸是用的Cactus Jack那个经典logo的一个形象 另外全身蓝色加上披风之后 我们来看下面 仔细看的话 这款其实是当时的这个Travis Scott和AJ6的联名 不过整体用的蓝色 而且你仔细去看呢 其实能够看到那次联名的那个侧面小口袋的样子 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玩具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啊 看看这个脑袋是怎么亮 看一下啊 对 这样它的脑袋就可以亮了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设计 然后估计可能 怎么这就灭了 就亮了一会儿吗 再按一下 它是有这个定时关闭的功能的 这么一看这个玩具还有点意思啊 有点堡垒之夜里面角色的感觉 另外我们让它拿上这个钻石稿 这个应该也是堡垒之夜里面的一颗道具 但是我并没有玩过这款游戏 所以就不好讲 看就是这样了 再让它亮一下 怎么样 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拿上道具会有一点帅 会有一点帅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花800块钱买这么个东西的话 还是有一点不值 有一点不值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Travis Scott 我的一些看法吧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Travis Scott 它不仅仅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IP 现在Travis Scott 它更像是一个品牌了 这个品牌呢 它需要有自己的定位 关于定位呢 这说一个小知识 经过一系列专家的研究啊 其实人的大脑当中呢 关于一个品类 只能记住七个品牌 那么我估计提到 男的欧美的说唱歌手 可能大家现在也应该想不到七个人 估计也就是Ken West的JZ Aminum 然后Travis Scott 现在也就是四个 你看看你还能想到哪些 欢迎打在公屏上 其实如果提到品牌定位的话呢 一定是要把这个品牌做到极致 需要把这个IP的形象呢 做到非常的精简 做到非常的深入人心 现在我相信大家提到Travis Scott 他就是一个反古的 反传统的一个大男孩 而且作为一个品牌呢 他需要一系列的操作 才能够让这个品牌 让这个形象深入人心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能够看到 Travis Scott 他平时穿衣服的颜色 或者说他出联名的颜色 都是那种大地色呀 土色呀 和他本人的这个形象 结合的非常的好 就是那种反传统的感觉 而且我们再来看 Travis Scott 近期联名的对象 Nike 宝垒之夜 NERV 麦当劳 PS5 可以说这些都是和 大男孩形象相关的一些品牌 于是乎 Travis Scott 和这些品牌进行联名 也会给他本人的形象 有一定提升 有一定加分 所以说现在的Travis Scott 已经不是最早的那个说唱歌手了 而是一个品牌 而是一个产品 那当你想到这一点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 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操作 都是合情合理的 甚至你可以预测 他下一步的联名 他下一步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潮流文化 最有意思的地方 那我玩他呢 也是因为这样 其实买这些东西 也不是为了说炫富 不是为了败家 不是为了真的想要有这个东西 而是说能够了解他背后的文化 了解他背后的营销手段 我觉得这才是我最喜欢潮流文化的地方 因为他让我通过简单的一个玩具 简单的一双鞋 对这个世界背后运作的一些方式 能够更加有了解 那么有一句名言呢 在头号玩家里也提过 其实是超人里面 Lex Luther的一句话 叫做有的人呢 从战争与和平上看到的 只是普通的冒险故事 而有的人呢 是能够从口腔堂的包装纸上的成分表 就能够解开宇宙的奥秘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玩潮流文化 最重要的地方 我也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潮流文化 因为这样呢 你就不仅仅是把钱花给别人 而是把知识长在自己的脑子里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还有订阅以上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